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今天给你们分享珍珠 今天来的珍珠呢,品种有点多 当然,最多的是小米珠 小米珠呢,前段时间卖单货了以后呢 还有很多客户想要小米珠 这次也是没少拿 拿了有200多条 我们直接在珠厂直接拿的 可惜算自己去了浙江的珠基 在浙江的珠基的珍珠厂直接拿的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用这些,还有这些 今天这一包打开卖了 卖了几条,卖了有700条吧 还有这些,都是 一共有200多条吧 规格基本上是在4左右 4毫米左右的,光泽还是 一如既往的好,光泽都非常好的 再次呢,用的是银扣头 金扣头呢,在工厂定制 好的呢,我们还有一部分金的扣头的 18K金的扣头 还倒了10条这个满天心 满天心的款式呢,也可以说是经典款了 永久不遂 我刚做珍珠的时候呢 这个满天心就卖的非常好 这个好像当时有一位韩国的明星戴里的这一块项链 这个是一条的 这是两条的 我用的是18K金 欧子链比较粗的穿的 珠子选用的是7-7.5 日本Aquia珍珠做的 这个呢,这一条呢 是1980 这条长的呢 是3900 长的是两条珠子穿的 这两条呢 也可以打开 你想戴一条短的也行 放一起这样戴长的也行 这是个磨一链 珠子特别的闪 这是欧子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满天心 做了10条 今天上午卖了几条 还有几条 我都不 我不都拿出来了 就拿两条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在家里拍摄 没有盘子 盘子用完了 珠子基本上都正圆 微微下巴 基本上没有什么瑕疵 这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 链子不是说宝上面那种特别细 特别细的链子 我们家链子我都用的是最粗的一档 十八寸呢 你要想要短一点啊 也可以 比方说自己可以调节 比方说这个扣头不是扣在这个位置吗 你想要短一点 你可以扣头扣在这个位置 这样就短一点 好 在自然光下拍的 有阳光 我们看看这小米猪 小米猪特别亮 真的是特别亮 它没穿 有的是穿好了 小米猪基本上无瑕 光特别巧 这次应该也有200多条吧 超级亮的哈 基本上没有什么瑕疵 长度呢 是基本上40调节45的长度 小米猪可以说是随便搭配了 你们自己也在网上经常看 这一条好像带点点粉色似的 这个是在没有光的下面 就是没有强光下 因为珍珠在太阳底下拍 太阳光太强了 把珍珠的那个光泽抢上去了 你看 在这个柱子里面 你们也可以看到我的人影在里面 这个地方呢是自然光 没有太阳光 就是没有阳光的地方 这个小米猪呢 是淡水珍珠 也可以你们网上说的 塞天女塞什么 属于强光呢 就是比所有的大规模的猪子 要亮的多的多 比方说比6.5到7 或者是7到7.5 它的光要强一点 你看它特别小 但是呢 光子额特别强 但是价位也比较高 如果说普通的淡水珍珠呢 像这么大小的呢 可能就三四百倍钱一条 但是呢 这个属于强光类型呢 价位就比较高 这一次的定价呢 是定制980 980一条 而且我们家都是顺风拨游的 其实小米猪的成本 要比一般的大柱子又够 你就不说别的吧 就说那穿嘛 特别来穿 所以说 穿的成本也够 手工会够嘛 这就是它养殖的成本也够 它柱子那么小 而且正圆呢 基本上无瑕的 光非常漂亮 比普通的淡水珍珠光 又亮的多的多 我今天这给大家讲一下 珍珠啊 就是说不是那种有痕呢 像翡翠啦 何天玉这样的东西 就是像我们这种配带的珍珠 你正常配带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呢 你不能说洗澡啦 或者是我们北方珍桑拿了 千万不能给它带珍珠 就是像我们这样 正常配带 一点问题没有的 珍珠 珍珠的美呢 你当然翡翠和何天玉 你也替代不了的那种美 所以说各有各的美 但是呢 我们既然选择要带珍珠 给我们增加一种气质 或者是增加一种美 但是呢 我们也要散带它 那今天我们就配合到这里了 我们有机会呢 再分享一下珍多玛 这条珍多玛也是非常美的 拜拜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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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